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7月19日 已經是星期三了 美國前總統Donald Trump 又有新消息了 當然這個消息對於很多支持他的朋友 就不是那麼開心了 因為Donald Trump 接受 霍氏新聞訪問的時候 就被人問到 如果 必須跟中國有軍事衝突 美國是不是應該保護台灣呢 結果他語出驚人 他說 如果他是總統 不會這樣說 這個對美國談判地位會很不利 他並稱台灣拿走了很多美國半導體的工作 早就應該阻止他們了 這件事基本上令到很多人很詫異 原來 台灣 在美國眼中 只是說錢而已 其他東西也不重要 這個 粉絲專業美國台灣觀測站 提醒 Donald Trump 以及 Donald Trump政府 是不同的概念 大家要分清楚 這件事很危險 因為 Donald Trump就是Donald Trump政府 Donald Trump的思維 當然他未必最終會百分百走到 但是 他的心態 是會直接引起那件事 我們一會跟大家分析一下為什麼 這個粉絲專業美國台灣觀測站 指出 霍士新聞美國時間16日播出的 Donald Trump專訪內容 主持人 巴蒂羅麥 訪問Donald Trump 如果必須 跟中國有軍事衝突的話 你認為 美國是不是應該保護台灣呢 Donald Trump表示 如果他是總統的話 並不會這麼說 即是不會這麼說 若要說我們要保衛台灣 只是對美國的談判地位很不利 這個意思就是不用保護啦 台灣隨便拿去 台灣拿走了很多美國半導體的工作 現在台灣製造了90%的晶片 這以前 也是在美國製造的 台灣搶了我們的生意 我們要消滅他 這些人 其實跟當年特朗普對付日本 對付歐洲要他們加關稅一樣 結果 為了一點點錢 盟友全部背離他 盟友 靠攏中國 靠攏俄羅斯 他的行為 是直接使得俄羅斯和中共坐大 當然他會經常吹噓 如果有人在那裏 他們就不敢動手了 其實正正就是有你在那裏 他們才累積了足夠的資本動手 主持隨即反駁特朗普 90%是高階晶片 不是所有的晶片 而且如果中國拿下了台灣 他們就可以控制全世界 難道這不是事實嗎 特朗普即時被人吊醒了 對此回應 中國確實有可能控制全世界 我是說 有可能 而以 知道自己 說大了 但請記得 台灣人很聰明 他把我們的工作機會都拿走了 我們早就該阻止貪污 我們早就該對台灣人貨稅 對台灣的貨品貨稅 台灣人還想著讓美國人 在手指上流油出來撕寫給他們 讓他們肥一點 現在你還聽過他這樣說 其實 特朗普 他對於美國來說 如果美國是一個個體 跟全世界無關的 他絕對是一個好總統 他是美國人的好總統 他每樣東西都為美國人著想 美國第一 但是其他 正義 走開 所有的 地區和平 走開 最重要是美國人沒事 其他的 華倫之利希無林 好了 接著 Fans專頁指出 幫他辯護 過去 特朗普和特朗普政府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 所以 大家要分清楚他是說過頭的 他的政府不會這麼做的 所以要區分清楚 特朗普任命了很多主張對中國取得強硬政策 並且對台灣友好的官員 這些人 為美國規劃了印太戰略 令到 美中關係 轉向戰略競爭關係 但是 他本人 一直以來 對台灣的態度其實也非常 不友善 這樣說 美國台灣觀測站提到 台灣 在四年前的美國總統大選 曾經經歷過一波 川普狂熱 川普熱 當時 不斷提醒大家 中國對美國的挑戰 是結構性的關係 不管是共和黨或民主黨贏得選舉 你怎麼都不會改變 而目前美國國會對台灣議題和中國議題的共識度相當高 我們要做的事情 是持續地去交更多的朋友 確保台灣議題 是跨黨派的支持 他的說法其實錯不完 正如當年 蔣介石 就是 買錯了 他買錯了道威 結果 由杜魯門勝出 杜魯門知道 你這傢伙不是支持我的 我不支持你 當然 其實這個是片面的說法 實際上的說法 當時為甚麼不支持蔣介石 那個叫做 馬歇爾 馬歇爾 是一個共產主義者 當時他認為 蔣介石打內戰你不對 所以我會停你的武器 當時孫立人的新一軍 已經把林彪 打到蘇聯 躲到蘇聯 林彪基本上全軍封門 就是因為馬歇爾停了 新一軍的武器 停了給蔣介石的 炮彈 武器 錢全部停了 如果你 不停手的話 你繼續打內戰 我們就不再支持你 結果 蔣介石 逼著要撤兵 因為不能打下去 也沒有了子彈 這件事 直接使得共產黨反敗為勝 共產黨逃到蘇聯之後 蘇聯人將以前 矯鑊了的軍火 武器 連戰夫 當時的關東軍有20萬關東軍 全部交給中共 而這20萬關東軍 就化成了 林彪的四野 我經常說錯了異議 是四野才對 經常把20萬的野戰軍 投入林彪的四野 令到林彪本身是一隻病貓 變成了真正的老虎 有了蘇聯 提供的武器 加上日本留下的武器 關東軍的武器 20萬 職業的軍人 不是小米加暴槍 不是遊擊隊 而是正規的日本軍人 這些軍人被打下來 是不是猛虎穴壓呢 當時實際上 中國的內戰 是由日本的職業軍人幫中國打的 結果 戰勝了 打贏了林彪 好像猛虎穴壓 由東北黑龍江打到下海南島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 大家不要以為小米加暴槍真的可以打贏國民黨 實際上 國民黨的輸 有很多很多因素 當然這個是軍事因素 還有經濟因素 經濟因素 當時中共 在白區 國民黨控制區大量印製金元券的偽鈔 因為 當時 其實他成立了中華蘇維安國和國 後來 中國印了 第一版的人民幣 蘇聯版 是由 莫斯科 駐弊局幫他印的 是由蘇聯的駐弊局幫他印的 所以他可以 模仿到金元券是接近九成九次 當時的中國人根本分不清哪個是真哪個是假 所以金元券大量的湧現 大量的貶值 上午六十萬一個叉燒包 下午要一百二十萬 只是吃那塊錢 一定比吃叉燒包的 所以 整個經濟崩潰了 就是被共產黨拖凌 所以很多問題 不是那麼簡單三年兩可以解釋到 所以當年蔣介石買錯了 現在台灣不夠膽了 共和黨民主黨我也不想得罪 不過 我們要從川普分析 由此以來 川普被人說通俄 實際上 他不單止 是沒有實質的通俄 因為他根本就是愛俄 他不是通俄 因為實際上你找不到甚麼利益 他骨子裏面就認為俄羅斯是他的朋友 而美國 應該跟全世界人做朋友 不應該做敵人 即使你俄羅斯侵略烏克蘭 別跟他做朋友 其實如果 1940年代 當時是Donald Trump當總統的話 這個世界 只有三個國家 一個就是 日本 打日本帝國 一個就是納粹德國 一個就是美國 三強頂立 我有我自己 American first 你不要理我 我自己的島 你不打我就可以了 所以呢 如果他作為一個美國總統 沒有問題 他是一個好總統 他為了美國人民的福祉 是好的 但是 全世界的報告來看 他 不是一個正常的人 因為他熱愛俄羅斯 他熱愛金正恩 熱愛習近平 每天都跟他說我們是good friend 他 心目中其實只有錢 沒有任何正義可言 這件事 當時我也覺得 其實支持他很羞恥 因為 一個這樣的人 實際上他不會看那個 結果 不會看那個結果 他只是覺得 對美國人 其他人 你們找我們笨 歐洲 你們也不交錢 結果 他疏遠了整個歐洲 導致歐洲倒向了俄羅斯 倒向了中共 德國 完全是跟中共 好像 結拜了 差不多 其實可能是斬了雞頭 把王子也燒了 你知道西方人不會忍符水 我們 其實看到現在 他把心裏面說出來 這是很危險的 他潛意識 一直覺得你台灣對我不住 真的給他做總統 中共 我告訴你 一定打夠硬台灣 我打完之後 我給你錢就行了 原來你說錢可以的 那我就給你了 我答應你 打拿下了台灣之後 我把台灣的電送一半給你 我把台灣送一半給你 所有東西 去美國 100%關稅 我答應你 一簽就搞定了 原來金像素 又有就業機會 好啊 立即跟中國簽合約 立即結盟 那怎麼辦 所以 任何東西 如果 任何東西都說利益的話 這個人不可以做美國總統 這次 他的心聲說了出來 他絕對 是對我覺得 特朗普這番說話 是絕對鼓勵習近平 加大侵攻台灣的野心 甚至乎 他會全力 去想辦法 包括網絡 包括他的金錢 包括實體 去支持特朗普 贏得這次的選舉 一贏了 我不費吹灰之力 原來給錢搞定 早開聲 是不是 反而拜登也難搞一點 因為這班傢伙 他們整個利益集團太龐大 買不完 原來 特朗普那麼容易買的 台灣的工作機會給你美國 90% 給他180% 我要多些晶片 那就搞定了 所有的高端晶片給中國 那就搞定了 是不是 這個太恐怖 太危險了 而他也因為他的性格問題 他忍不住 心裏面那句心聲說了出來 他接下來 會不會幫台灣大家心照 是不是 這節時間暫時說了那麼多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可的朋友訂閱Patreon 亦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們星期二日報這個會員頻道 多謝 拜拜